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 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斥着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小信的,原文可以翻译成信号不足的 主则被门徒,小信的人,他似乎在强调门徒是跟随他的人 常常听到他的教导和看到他行神迹 就在暴风来袭之前,还看到他医治长大马蜂的病人 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 并且亲眼目睹耶稣感触所有的鬼 医治一切有病的人,怎么这么经不起考验呢? 一下子就慌张惧怕的那个样子 所以耶稣责备他们小信 表明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信心,乃是信心不足 许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信主多年,也懂得很多圣经的道理 但是真正碰到问题和难处的时候 却惊慌失措,担心忧虑 于是起来,在这个之前,耶稣是在船上睡觉 还好耶稣是在船上 而且他竟然在暴风中,四平八稳地在睡觉 这表明人生的风暴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风暴中,如果没有耶稣在你的船上 耶稣现在在你人生的船上吗? 赤则风和海 赤则原文可以翻译成分负责备 使用赤则这个字,也可能显示这件事情与邪恶的势力有关 这里提醒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问题 是否是仇敌的工作呢? 我们需要分辨许多的灵 当面对属灵的征战时 我们不单要祷告,更要懂得斥责恶责 懂得做斥责恶责的祷告 进食祷告 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 才会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只有在一次一次的风暴中 我们不断地操练信心和祷告 最终,那经过锻炼后的信心 才能使我们在人生的风浪中 乘风破浪,得胜有余